大家好 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 百米清水 亲爱的观众 收听今天的分享 生肖虎在2023年走的望运之路 鼠虎人在2023年的运气不会特别差 尽管如此 他们仍将不断面临一些挑战 无法取得最大可能的成果 就像马拉松运动员一样 没有人会记住他的名字 他们因此感到非常痛苦 所以要想提高运势 就必须要用好姿势 因为这是最不容易做到的方法 大吉方位 虎年出生的人 在2023年会 发现自己在一些幸运的地方 包括东南西北和东北 四颗青纹曲星在东南芳菲 可增加学业文运仕途 离宫位于九子又比星非星之难 比喻婚姻兴盛 人缘兴旺 财运亨通 东北的繁华地段 紧挨着六百星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西北的位置 今年西北是发财的好地方 预示着好色 所以是爱情的象征 此外 西北地区是与亲人共度时光的好地方 据说在虎年带来好运的八颗白星 在东北方向飞行 正因为如此 生肖属虎的人容易拥有可观的财富 而他们的运气往往会反映出这一点 摆放富贵竹 幸运竹这个名字几乎说明了一切 它有可能使个人变得富有和强大 也可能增加他们的财富 老虎个体也可以受益于将幸运竹 作为家中的装饰元素 谈到金钱 记住这一点尤为重要 渴望获得财务成功的属虎人 可以在他们的住所或工作场所 摆放一颗幸运的竹子 它不仅具有恢复活力的外观 而且还具有镇静作用 除此之外 它还有增加属虎人财运旺盛的潜力 为什么不尝试用一块石头杀死两只鸟 看看会发生什么 生肖虎2023年整体运势 2023年属虎人的运势会有几个转折点 他们遇到了鬼卯年 这是太岁 毛毛 水三元素造成的悲剧 因此 生肖虎会遇到一些职业前景 但是 鉴于竞争不足 没有利益 这些机会很可能会被其他星座的人抢走 同时也容易被其他竞争者搅局和排斥 有时还会因为兄弟朋友而失去一定的利益 或者被人利用 此外 还容易受到其他对手的干扰和排斥 不过 若是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得到贵族的认可 对他们的考试也是有好处的 但是 他们想要获得第一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他们的道路上总会有障碍 谈到恋爱关系 他会优先考虑与他说同一种语言的人 然而 这取决于他们对自己的感觉 我们下期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